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能够安排的过来 有时间 我们会愿意陪同申请人去 对于其他地区的绿卡申请人 如果是有我们准备和提交I-485申请的 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来帮助做面谈的准备 其他申请人如果有I-485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联系我们给提供咨询 那么我们此前陪同去绿卡面试的申请人 包括亲属移民的 有的是美国公民的配偶 也有美国公民的父母 另外也有拿EB1C跨国公司经理这样类别 申请绿卡的拿L1商务签证 当然更多的有EB1A杰出人才 NIW国家利益豁免这样的绿卡申请人 那么今天我们陪同去面谈的客户是申请的由Perm类别 雇主支持的这样的绿卡申请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绝大多数的绿卡申请人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面谈的步骤 然后才能取得I-485的批准 对于在中国的申请人 要在广州有一个移民签证的面试过程 我们今天讲的这样的经验 对于办理移民签证是同样适用的 一般有移民官 签证官问到的是类似的问题 我们先说一下在程序上的变化 今天要注意到在前台申请人交面试通知的时候 移民局前台的办公人员就会同时给申请人照相打指纹 就确定是申请人本人来面谈的 这样的统一处理应当可以节省移民官面谈时候的时间提高效率 另外今天的面试过程的移民局没有录像 过程一般来说吧 里面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申请人个人的情况 比如说姓名 出生日期 出生的地点 城市 最近一次进入美国是什么时间 拿什么签证 目前持什么签证种类 目前在哪里工作 雇主的名称 工作的职责 内容 目前住在哪里 此前曾经住在什么地方 你申请绿卡是什么种类 申请绿卡的资格现在有没有改变 还有家庭情况 以及配偶的姓名 出生日期 什么时候结的婚 地点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来提供简单到位的答案 不要太繁琐 不要答非所问 第二部分是爱485表格上标准的问题 包括你是否有过犯罪记录 是否曾经违反美国移民法 是否曾经有签证被拒的记录 是否曾经有被递解出境的记录等等 这个大家知道在当前形势下 移民局对于这些问题还是很认真的 那么这个表格上有些问题即使对你来说显得比较荒谬 比如问你是否曾经杀过人 是否准备在美国实行一夫多妻 是否曾经参与种族灭绝等等 像这些问题也需要严肃回答 不要感觉很好笑或者被冒犯 一方面也是例行公事 另外当然申请人需要熟悉这些问题的内容 包括用英语来表达的这些问题 以便更好的回答 我们还要讲到对于有一些问题 不是只有非黑即白 除了简单的是和否 还要看问题的定义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回答 比如有的问题包括你是否接受过福利 将来是否有可能会接受福利 你是否曾经有被捕记录 比如说超速算吗 家暴算吗 如果说没有被抓到看守所算不算 像这些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些中国申请人来说 曾经是党员 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在当前的形势下 因为美中关系等等原因吧 美国移民局对于这个问题比以前更要严格一些 那么在中国移民签证的时候 也往往会问到这个问题 我们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已经有若干个其他的视频 讲到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考 这个面试过程 还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要不然的话只要通过书面 你只要提供文件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个问答 一方面和求职等等 其他的面试交流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那么怎样陈述表达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也算一个笑话 大家听说过 有的说大学生陪酒坐台 听起来好像不好 但如果说陪酒坐台小姐还在努力读大学 听起来就是满满的正能量 这个事情虽然是一个笑话 但我们看到同样的事件事实 你从什么角度来表达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前面提到这些问题 当然就问答需要用英语 那么对于很多申请人 还是需要事先准备练习 省得在面谈的时候会比较紧张 那么对于亲属移民来说 可以找翻译 当然职业移民也可以 但是从统计上来说 亲属移民用翻译的更多 那么我们知道移民局 它的要求是说 如果是你的亲人 因为和你只有利益相关的关系 他不能给你提供翻译 所以如果你需要翻译服务 需要另外找 当然移民局也可以提供 但是相对来说可能费事一些 会影响到效率 美国移民局过去叫INS 后来911以后 拆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叫USCIS 另一个叫IS IS更多是移民执法局 USCIS更多是服务 所以这个服务的内容 说不是为了刁难你 我们知道每年 还有上百万的申请人 拿到美国旅卡 如果做一个比方可以类似 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老师组织考试 目的当然也不是为了刁难 在学校的同学们 是吧 那么移民局它的目标 还是说了解更多申请人的背景情况 要不然的话也不需要有S85的过程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申请人还是不用太紧张 我们的大部分客户 经历还是相对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 美国旅卡申请人 里面有一大半是亲属一名 有些申请人有复杂的经历 比如曾经被地铁出境 多次婚时 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签证身份等等 和这些相比呢 我们的客户 一般的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 不管是职业一名 还是亲属一名 经历相对比较简单 没有太多的问题 放心 那么我们知道呢 在面谈结束以后呢 一般来说 申请人会收到一张纸 表示呢 你参加了面谈 面谈的结果 那么一般呢 有几个选项 一呢 是需要更多的审查 有的时候因为申请人的背景原因等等 还有呢 我们知道 现在呢 因为出生在中国的绿卡申请人 都有一个排期问题 排期时间比较长 那么有的申请人家庭情况有改变 结婚离婚 孩子出生 还有更多情况呢 有的申请人工作方面的变化 不管你是自己申请的EBYLAW 还是雇主支持的PURP 换工作呢 都是可以的 我们看到 比如印度申请人 他排期有的长达十年 在这期间呢 换工作 甚至换不止一次工作起来 是比较普遍的 中国申请人呢 也有这种情况 这个呢 本身也并不影响绿卡的批准 当然也要相应准备 提供对应的文件 那么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也需要更多的审查 那么另一种情况呢 是移民局给你的这个纸杀 打勾的这个box会标明 说面谈结束了 目前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你的排期还没有到 所以呢 还需要继续等待 我们看到呢 因为各地移民局办公室处理时间不一致 有的时候呢 你交了四八五以后不久 排期还没有到的时候 被移民局要求面谈 这个也是有的 也是正常的 还有呢 有的时候会有其他原因 只要会标明 说你的申请会转到移民局的其他办公室 继续宣理 这个呢 往往是因为搬家原因 所以呢 如果你搬了家呢 最好还是需要和移民局及时更新 要不然呢 比如你从A地搬到B地 在这个A这个地方呢 做完了面谈 可能最后呢 到B还要另外 再做一次 对你来说也增加了麻烦 更新了地址呢 往往你只要在新的地址 对应的移民局办公室 做一次面谈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也有例外 有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在原先的住址 对应的移民局办公室来完成面谈 比如说排期马上已经到了 快拿到绿卡了 或者你的申请和工作没有直接挂钩 或者主申请人和副申请人 住在两个地方等等 看具体情况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2019年12月 绿卡面试亲身经历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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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